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 如果选择加入其他国籍 那么按照中国的政策 将会自动失去中国国籍 并且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国籍注销程序 然而 最近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网友突然爆料 现如今不仅是注销中国国籍 在更改国籍后 首次申请中国签证 不仅要提供原中国护照 还要提供国内的注销户口证明 才能获得中国签证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引起了海外华人的热议 大家不约而同的表示出了忧虑 据这位名叫朝西的澳大利亚网友所述 周二10月8号 去阿德莱德中国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 结果被告知 首次申请中国签证自10月7号起 递交的材料里要有国内的销户证明 请问大家遇到相同的情况了吗 这本是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社媒体 结果我们看到下方的跟帖留言 出现了大量的美国加拿大 甚至中东地区的IP地址 多数人都在发出疑问 这是否是全国统一的规定 随后根据澳大利亚网友的回复来看 这似乎是刚出的规定 有的使领馆有要求 有的使领馆则不要求 比如一位网友称 昨天刚去悉尼领馆申请的Q2签证 也就是赴中国短期的旅行签证 没有要求 而墨尔本的网友则说 周一10月7号去申请的 已经有要求了 还有一位布里斯班的网友说 总领馆提醒没有销户证明 可能会被拒签 另外根据一些网友的反馈 即使之前办理签证的时候 没有要求提供国内的销户证明 但是回国后也收到了要求销户的通知 一位IP显示美国的网友说 我户籍上海 4月申请的Q2回国签证 8月就被通知强制销户 派出所说本人不到没关系 他们贴公告 一周就会自动销户了 当然我没让他们贴 让我国内的父母 直接去签字答应销户 其实大使馆肯定在我提交材料的时候 把信息都发回到了当地 我就是这么被查出来的 社保国内已经缴了15年了 这次政策更新 所以15号回国问问上海的具体政策 还有就是把公积金提取出来 还有一位澳大利亚的网友说 女儿入澳籍后 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退化 5月份申请提交时 没有要求销户 9月份户主接岛派出所 要求销户的电话 并说如果近期不主动办理销户 将会被强制销户 那么面对这样的新政 具体到北美地区 到底是否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有网友细心的查看了中国驻美大使馆 和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官网 发现在相关页面 驻美使领馆暂时还没有更新这个要求 根据中国驻美使领馆提供的信息 目前申请赴华旅游探机签证 如果申请人曾经拥有中国国籍 此次申请为加入外国籍后的 第一次中国签证申请 则需提供原中国护照的原件和两张 个人信息页面的复印件 以及一张入籍纸的复印件 由此来看 上文提到的签证需提供销户证明 目前还没有在北美要求启动 但是既然已经澳洲的朋友经历了新政 那么在北美的执行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么可能有小伙伴就会问 我人在国外入得急 还没有回国怎么办理国内的 注销户口业务呢 目前关于此类业务 各省市有着不同的解释说明 并且还大相径庭 有的地区业务办理要求很宽泛 比如福州 直接和办理人员视频连线就行 有的则要求很严格 就比如福州的邻居广州 需要本人亲自办理 并且需要面谈 再比如北京市政府的规定 宽延度相对居中 出国定居 注销户口应由本人或户主 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如果特殊情况 非本人办理的 则应提供定居人的授权为无数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在中国政府目前趋于严格的管控下 如果真的丧失了中国户籍 将会对海外华人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不便呢 首先就是无法更新身份证 众所周知 身份证对于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乘坐高铁需要刷身份证 办个手机卡离不开身份证 银行开户就更需要身份证了 那么如果无法更新身份证 可以说是在中国将寸步难行 其次就是无法购买房产 这对于讲究安居乐业的中国人来说 也是个相当大的隐患 第三则是无法申请领结婚证 这对那些有小红本情节的夫妻来说 也很尴尬 第四则是无法选民登记 这个或许算是最小的影响了 第五是无法办理个人信贷业务 如果回国做生意不能贷款 恐怕也是相当彻凿的 最后一条就是无法参加社会保险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因为如果长期在海外生活 恐怕中国大陆流通的保险 适应性也并不高 长期与海外的华人朋友 应该每个人都会面临着 入籍还是不入籍的抉择 那现如今 中国政府日渐收紧的户籍管理政策 是否会让大家的入籍考量更加纠结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